各位朋友大家好 這個視頻跟大家分享一些不同的東西 今天就過來廣州番禺的市橋這邊 和朋友一齊來看一間飲食店 一齊過來考察一下 看看這間店做全天茶市和粵菜合不合適 這幾年在疫情影響下 有不少食肆倒閉 租金越來越便宜 中國有一句古話說得沒錯 有危就有機 今天我們看的這間店 就位於番禺市橋 雅居樂淪淚時光 大家對這間店有什麼看法 非常歡迎大家在留言區留下你們的寶貴意見 星海中學 這裡有一棟樓 明年他們都交付了 寫地樓 這個地鐵口叫番禺市橋站 矢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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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口 A出來 二樓和公園 這間店是明年 交付使用 交付使用 一樓便是興餐 一樓便是定袖 二樓呢 奶茶 粉 麵 粥 茶餐廳 小小的 二樓是超市 永輝 八街超市 三樓是儒家教育 四樓是蹤影 四樓是電影院和餐飲茶 五樓還有健身、豆花和教育 現在下什麼小區 洪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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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屆全面有一個盤 這個盤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 有中學 有小學 又有地鐵 是的 又有地鐵考 所以它這裏的樓 挺新的 2008年開盤 不過挺新的 雅兔羅的樓 設計是1.6坡 又看上去比較新的 所以13年就開了 所以這裏的樓比較穩定 他們習慣了 這邊 二樓是超市 3,000坡 這裏是豬心酸 豬心酸 哇 這些畫畫 挺有趣 這些畫畫的 普遍是提醒的 豬心酸 就有思維訓練的 即補伙的就沒有了 現在不做的了 現在全部都做得夠了 現在全部都做得夠了 那裏面就有兩個美容院 就是一個白博士序 一個醫藝會 醫藝會 應該你們知道的 知道知道 美容界的 叫做 很出名 這裏面是飛鏢影院 什麼叫飛鏢? 這裏面是沒有規模 沒有規模 聽的那種影院 這裏面是社區影院 這裏面是16年開的 都7年開的 7年開的嗎 這兩間店 都是7月份前的 蒜菜魚 這裏面是這裏面 那裏面是這裏面 一翻面就開了 香檸 拆鋪 現在不是飯店 它裏面都有四百多方的 門面現在就 它門面就是這麼大 它門面比較小 它門面就不大 但是裏面的鋪都可以去看一下 不過現在不是飯店 所以有時候它不值得 這裏面是兩間要打通的 即是要打通為一間 現在就是這間和這間 這個意思是 這間看 噢現在要 它的門面是 因為550方 就要從這裏 整個圍布也是 整個圍布 整個圍布 這個門面夠大 是啊 這個門面就很大 那裏面是這間小部 這間小部到時候 我們現在都 可能有人都想做 做那些 都是做那些酸菜魚的 也是酸菜魚 也是酸菜魚 會不會做單品 因為它面積不大 你做151方肚子 它原來是做日尿的 日本料理的 其實 其實還很深 那些裝修 是啊 它做了幾久了 它這間日尿 是做了一年多 哇 那不是試很多 日尿 它給那個 疫情 搞死了 對 以前的衝擊都很大 因為日尿 它其實打包 外賣 它又不太做得到 是啊 你壽司打包 沒有意思了 不要吃的了 一打包 一時間一長 所以它外賣的單 它做不到 它不像中餐 可以做外賣單 所以隔壁那個商輪 它外賣單 它又多了 這棵場開始 一邊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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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和隔壁那間店 對 就是隔壁那間店 就是這棵場 它這間就是 牛肉貨 它是上個月 7月份走的 7月份走的 牛肉貨 這麼多 哇 加起來也很大 這間是300方 隔壁那間是250 一方 所以就是 加起來550 550 的草莊就在後面 你小心點 今天看的这三间店铺加上,实用面积一共有700平方米 每个月的租金加管理费包空调就差不多10万元 你们觉得这个位置做茶市粤菜对吗?下一个视频会在旁边这间店吃湖南菜,顺便观察一下人流量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非常希望可以听下大家不同的意见 我喜欢分享我在广州生活的点点滴滴,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转发、看广告 多谢你们的支持